不怕你能捐 捐手了发宽 你捐就是了 四周五到现在没有人没方 如果是能没方的了 是我将的仙人一笔完 就咱吃饭的国客 平时也就是两千六十二 两千五六 基本上就是博士这个人负 我能吃三个 走进人间烟火 发现天下美食 大家好 我是爱吃爱喝小豆哥 咱们今天带大家到一家店 这家店非常有意思 在咱们山东云仪 有这样的一家店 开在深夜 这个店是四块钱一张饼 三十多道菜 随意卷 到底这个店 生意怎么样 菜品怎么样 咱们一会儿看一看 现在是晚上的十点多钟 现在就是卷饼 各种的菜品 它是随意卷 有灰的有素的 有上菜有凉菜 也还有些小咸菜 它是比较的齐 这个就是猪肉焖的 猪肉焖的 这个也是随便卷的 这边还有好东西的 这边有这个小螃蟹 很小很小的 像玉米粒这么大的小螃蟹 这个看上去都很香 比较的贵 你这个是什么 这麻花是吧 还有麻花 这个遇到省思了 现在火焖是吧 还是络络不绝了 还是络络不绝了 一直就是这么麻花 老师 这个我家东东是租传的 始终到现在没有人没房 日落性的没房子 是我将的现场一百万 成三将的 特别小国 就有明显就是街旧阳位 等上轮一离 可是是好东西 这个 这个 一种种粮食 精心的够制 是吧 但是不添加任何添加剂的 你看 非常好喝 一块的这边是六芒 然后和我来的 这种东西都是杯酌 但是这个杯酌 也是非常的好喝 在那另一同胜的 获得这些朋友们 补客们 都是比较喜欢的 老板 您这个店 就是说叫 光头墙 这个光头墙 黄头墙 就是说 您跟您这个脑型 这个我绝对是明白的 对 用那意思 你们用的 平时吧 在这个做饭 那炒菜吧 他不喜欢六创法 他喜欢用六断法 也比较为神 平时这个 吃的这个冰 咱主要就是有这个 咱这个春熟工的煎饼 用麦子 咱说春熟工的煎饼 然后呢 咱这个蛋冰 特别是咱山东西 比较喜欢吃的这两样 煎饼跟蛋冰 价格就捐一份四块钱 这三十多个菜 你随便捐 咱的苦口就是 不怕你能捐 捐少了发宽 你捐就是了 只要能报得下 所以咱现在这个 所有的素菜价格比较贵 但是咱还是 始终不是这个价格 是吧 能叫这个咱这个大价格 能接受得了 能吃饱 这个三十两个菜 都是我自己吃的 本身的 我就是在在那个 山东省行动房 也叫我学生 咱就得出事 说一般 这个是咸菜是吧 对 咸菜 不是咸菜 哎呀不是 我同小就爱吃这么多 哎呀不 这个咸菜很咸啊 吃这 我就好这一口 哎呀我的天哪 这个让我卷的话 我得吃一个月 这也是中口味 对啊 把什么给吃 我好 我吃 好 这样 这是啥 这是鸭菜 我不要吃饭了 大月啊 每天晚上都不接点 基本上这段时间 天凉了 就是说比前几天 要是稍微少这个了 你反正是大个 现在的话也得 一千五到一千八十年 就来吃饭的国客 平时我也就是 两千六十 两千五六 这个一般吧 咱这个营业十年 就是明天的下午五点 下午五点到凌晨两点 凌晨一两点钟 是吧十几点以后 咱这个另一这些打工的 这些农民工 他们很不中意 往上自己干一天的活那么累 是吧 就是往上做个吃饭的地方 是吧 所以说呢为了扩路到 他们这些城市最可乐的人 是吧就是说这个 为了他们咱们加个男 但是不是在最低价位 让他们吃喝喝喝 这是我最骄傲 对干脑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三十多个菜 有荤的有素的 这个也有山东人重口味 有这种叫咸豆子 还有这个辣椒 小杜哥是无肉不欢 无辣不欢 这个辣椒是要来一点 哎哟这个煎饼好大啊 一个煎饼四块钱 所有的菜呢随便卷 这个挺有意思 这个就是豆芹 应该怎么讲呢 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啊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啊 这个是有的地方叫云豆 有的地方叫豆角 剁碎的炸炒了一下 这个呢就是 这是煎的家常豆腐啊 这个是豆腐条 非常的好看上去啊 非常的有食欲 这个就是小咸菜 哎哟刚才有一位帅哥 我看到一个煎饼卷了 有半斤多咸菜 说打小就好这一口 我喜欢吃肉 喜欢吃辣椒 但是还有人竟然喜欢吃咸菜 这是一种辣椒 我真还不知道它的辣度怎么样 呃 因为咱这煎饼里边呢 有辣椒了 但是呢咱要来一个 待会尝一尝 这个是不是差不了了 四块钱 四块钱已经非常的超值了啊 先尝一尝它的味道怎么样 这个豆腐脑呢 有条件的话 一定要配上韭菜花 有了韭菜花 这个就富有了 这一碗豆腐脑的灵魂了 嗯 非常的鲜 它这个豆腑呢 是四半江豆腑 用的是传统的古法的工艺 它就是不一样 确实是那种比较非常浓郁 非常醇厚的那种豆香味 结果我感觉 我能喝三碗 哎呀 我去啊 配上这一大包的煎饼哈 这个 三十多道菜 随便包 随便卷 只需要四块钱 很多的工地 工地上的农民工大哥 经常是晚上半夜才能够收工 所以说老板呢 开了这么一家店 能为农民工提供一个 下了班 不管几点下班 照样能够吃上一口热火饭 就是带人仪呢 就老板讲的哈 也是带出来了很多的土地学员 但还真的 为大米林医的光头墙老板 真的给他点个蛋